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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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鄧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 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簡蘇培簡議員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簡議員你好 鴻怡哥好 各位聽眾民喻大家好 我是代表市議員簡蘇培 好 那今天非常歡迎簡蘇培簡議員 這個最主要是監督柯文哲 我看到不管是建華案還是北市柯案等等 那你現在正在權力的這個追擊 我先從2024年總統大選競選經費 916%這個事情 先請教你 那第一個就是說 石勒公司說我500萬我沒有收到 我沒有收到 那另外還有一家叫尼奧公司 我也沒有幫你辦活動 那你有兩筆 一筆216萬 一筆200萬 我也沒有辦活動 也沒有收到錢 你現在怎麼會說是我的花票呢 我想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事情其實很有趣啦 這個事情那時候被踢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寫從木可公司 先被提出來就是柯文哲的這個進總 給了木可公司3千多萬 將近4千萬 那中間有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授權費 後來大家慢慢的進一步的去查 就查到說還有尼奧 尼奧拿也拿幾千萬 還有一筆叫石勒 進一步去查之後才發現說 尼奧跟石勒公司的代表人 都是給做一個代理人 這個代理人剛好跟黃三三是好朋友 大家就覺得說 木可跟柯文哲進總的關係 是李文中妹妹 也就是柯文哲高中同學的妹妹 跟進總的關係 你們這個是不是左手換右手 然後黃三三跟這個代理人的關係 也是好朋友 那是不是又有這麼多的金錢往來 是不是又是左手換右手 到底是真的說我選舉的時候有需要 你把我倒三天 所以我要付你錢 還是說沒有 這個錢流來流去 因為自己人流來流去 所以我們再進一步的去做調查 那尼奧跟石勒非常有趣 尤其是這個石勒的部分 石勒你知道 他扳柯文哲的兩場造勢 他的兩場造勢 依照柯文哲的競選總 這個政治現金上面所登載的 他寫的是說 他是台南的場地費 台南造勢活動的場地費 四百萬 哦 這麼多 場地費呢 怎麼可能這麼多錢 是租場地還是埋土地 另外桃園的造勢晚會 也是四百多萬場地費 所以因為這樣子 然後被大家拿出來之後 尼奧石勒隔一天 用非常大的動作 發了兩波聲明 這個聲明裡面就幾個部分 那個石勒就是說 他那個場地費還沒寫的 那是活動執行的 他現在場地費才不對 這是第一例 第二的呢 就是說他那個機長 四筆帳裡面 其中第三筆 寫了五百萬 他們根本查了公司的帳 沒有這一筆帳的金流進來 他們自己的發票 也沒有開這一筆發票過 沒有發票 沒有太多錢 我沒有開發票出來 我也沒有太多錢 對 但是你那邊說有我的發票 你那邊說有我的發票 錢也有出去 到底是你的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五百萬 五百萬會去哪裡 不知道 不知道 發票哪來的 有可能 不知道 都不知道 因為石勒說我沒有收到錢 我也沒有開發票 所以兩個東西我都沒有 都與我無關 那為什麼柯文哲的禁忠 居然敢用石勒的名字 去開五百萬的捐款的支出證據 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很趕耶 我們一般 我選機選三次嘛 跟人到三次選機 我也選過就是給蓋 我們對於政治獻金專戶的報章 這件事情非常小心 一當收據就報一張 然後多少錢就寫多少錢 怎麼趕 沒有收據沒有發票 你居然敢報出去 要收 對啊 而且後來更嚴重的是 不只石勒 和另外一間年後 就是幫柯文哲辦演唱會金 對 就說我裡面有兩個料金 分別都是兩百多萬 都沒有收到 也是沒有 有些柯文哲有賬 但是我沒有金流 我沒有收到錢 我也沒有開發票 他跟石勒那個一樣 對 有可能有一種狀況是 大家在做生意 大家在說 我就開發票了 這也是有可能 可是如果 連開發票這個動作都沒有 那柯文哲進總就整個都是造假 那如果整個都是造假 我覺得這個也太大膽了 這個我看那個誰啊 那個羅史磊 他以前是台北市的 會計師公會的 會計師公會的理事長 那他本身自己也是會計師 他說這就是造假 這是嚴重的造假 那這牽涉到什麼法律問題嗎 第一個 政治獻金法裡面有規定嗎 如果你虛報的話 你的同仁就會被有刑罰 刑責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事關中大 而且他的同仁可能會 所有人都要出來澄清 本來以為只是簡單的只是 你知道就是報報帳 把錢留下來用而已 可是如果這牽涉到了刑罰 那事情就重大 那第二個 講到這裡我插個話 那如果是他的同仁 他會那麼愚蠢嗎 他要負法律責任 然後再去做造假的事嗎 對然後自己又沒收到錢 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如果沒有上層的指示 誰要做 不過我覺得這個同仁 真的要做好準備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知道那個 你們不要當漁文 這有可能就是變成馬英九的漁文 第二個就是圍照文書 因為如果真的沒有發票 然後你圍照文書 而且讓公務人員登載不死 那這也是涉及相關的法律 不過林國成功 圍照文書也不是大罪 他那時候不是說高鴻安的事 柯文哲 柯文哲一族的人的 這個法律的常識 跟我們都不太一樣 意思是說像偷竊也是小罪 清罪也可以偷就對了 對 反正不是貪污 他們的標準就是這樣 我也沒有了解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柯文哲來講 事關重大 因為這是把他過去 所營造的什麼藍綠 都是垃圾 藍綠都很爛 藍綠全部都在貪污 只有我柯文哲不會 可是現在發生的這個事情 是接近你柯文哲最近 而且就是直指就是你柯文哲等等 因為你自己在競選中部的笑 一定是你自己管的 而且剛才 洪宜大哥有提到說黃珊珊 黃珊珊是他的競選中部的總幹事 不過他第一時間他就跳出來 跟代理一樣習慣跳出來 跳出來說什麼 跳出來說 這個笑真的不對 是嚴重的錯誤 是嚴重的錯誤 所以他要要求民眾黨的黨部出來說清楚 洪宜大哥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個帳叫做柯文哲 吳欣營 總統副總統的政治獻金專戶 這個帳就是競選中的帳 怎麼會要是民眾黨黨部出來說清楚 這兩條小不應該是同一條小 民眾黨的帳 民眾黨自己也可以收政治獻金 也有支出也有人事費的支出 競選總部 總統的競選總部也有收入也有支出 除非是選完之後 總統競選總部的勝於捐軌黨部 不然競選總部的帳 就是總幹事要負責的啊 對不對 就是總幹事要負責 結果總幹事 是他要自己說清楚啊 對 結果他第一時間跳出來切割呢 說與我無關呢 黨部要說清楚呢 這讓我覺得非常訝異 那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蘇培 蘇培我再請教你 這個因為他那個帳也是要 最後要有會計師簽證嘛 那這個會計師叫做端木證 這端木證啊也是 金華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 這個端木證啊 是何許人為他是怎麼簽證的 他是怎麼簽證的 要問會計師本的 因為我覺得 從尼奧跟史樂現在講出來的內容 根本我就沒有開收據 沒有開發票 那為什麼會被合 然後錢還出去 所以端木證要出來講清楚 不過這個端木證很有趣嘛 這個就是也是有這個 都自己人在做小的感覺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端木證是柯文哲 在成立民眾黨的時候 第一屆的不分區代表 第二十二名 然後後來因為他那時候 民眾黨只有五席嘛 所以他沒有排進去 後來柯文哲把他安排去擔任富邦的讀懂 富邦證券的讀懂 我曾經上過你的節目 講過這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後來告我嗎 他後來告我 他後來告我是說 因為那時候有民眾就爆料嘛 說這個端木證去考試的時候 去台大考試 然後台大的 他是台大EMBA的面試 對面試 然後這個考試的過程當中 教授就問他說 你這麼年輕就可以擔任富邦的讀懂 薪水很多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我們那個薪水全部都要回捐給黨 回捐給民眾黨 然後這件事情就因為 然後那個面試過程當中 有一些工作人員 反正就這個事情就流出來 那我在問證的過程當中 有人告訴我 所以我就去查證 那我覺得就是他 所以我就問了柯文哲說 你有沒有用這樣子的方式 用你市長的方式認命你自己的黨員 去擔任讀懂 而且要求他把錢回捐回來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要要求柯文哲說明 結果我沒有想到說明 問我質詢嘛 媒體報導 然後到你的節目我就講嘛 結果 他後來就介紹回去 先是告了這個台大教授 說他要洩漏個資 被檢察官打臉 說這咳嗽公平 就不起訴 後來還用民事告我 說我妨礙名譽 那兩個台大教授 有講這個事情是不是 台大教授是這樣講 因為他告了管理學院的院長 管理學院的院長說 干我什麼事 我根本不是面試 我根本不在 所以他就沒有 另外有一個老師 老師就說 我面試的人真的是太多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完全忘記 所以他就忘記 所以就會變成我是證人 看是不是老師直接跟我講的 但是不是嘛 所以後來就不起訴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如果你拿的是 富邦證券獨立董事的薪水 而你必須回捐民眾黨 這個事情是公務 這是公事 對啊 這不是你的私事 是啊 所以哪有什麼洩漏個資的問題 所以你 反正對民眾黨來講沒差 你看高雄案的事情不是這樣子嗎 高雄案的事情和端木正的事情 其實是異曲同工 我一樣是叫我的助理 去謊報助理的加班費之後 回捐給我 回捐到我私人 對不對 柯文哲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對不起我插合話 因為大家想說 柯文哲何德何能當台北市長 他有權利去任命一個 他的好友或者是端木正 黨員 去當護邦證券的董事 是因為當年的台北市銀行跟護邦合併 所以台北市銀行依然是現在護邦的大股東 所以他才有這個權利 因為他是台北市政府的權利 所以今天才有這個權利 對 換句話說 那是國家的錢啊 對啊 那是市民的錢 市民的錢 假如柯文哲的邏輯成立 那民進黨現在背了 對啊 油脂脂了 為什麼 民進黨也可以利用中央執政的機會 指派到華航 指派到高鐵 指派到各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或者是獨立董事 或者是其他的里建市的權利 叫他們把錢捐回來 捐給誰 捐給民進黨 怎麼可以這樣搞呢 是啊 這是因為你國家所產生的權利 不可以捐給私人的黨啊 所以這就是市庫通黨庫啊 是啊 所以那時候我質詢這個的時候 柯文哲如同剛剛洪怡大哥所說 他就說你民進黨不是一樣的 民進黨沒有一樣 民進黨沒有要求任何我們 因為公職權而去派任的同仁要回捐 所以我覺得這個柯文哲 反正就抵抗到柯文哲 然後也要去賠 然後就讓端木正要求端木正提告 因為事情都已經過 我質詢過一年喔 他才去告這個台大的教授 然後台大教授不起訴之後 才告我民進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用訴訟 這樣子的方式要來妨礙大家 但回到這個政治獻金這一件事情來講 你看喔 他就是一個聽從柯文哲命令的人 他所有的權利都是來自柯文哲端木正 所以後來他又去擔任了這個 柯文哲卸任之後 他就沒有擔任副幫讀董了嘛 他就去民進民眾黨 曾經就把他任命做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中央委員 後來辭職 雖然辭職 不過他跟這個民進民眾黨的關係 是非常近的 那你用這樣的人來幫自己作帐 然後留下這樣子的問題 包含他沒有看到 居然用授權費直接授給授權木可公司一千三百萬 對 這個是很不合邏輯的事情 自己的形象授權給人家 沒有從那邊收錢還要付錢 所以很奇怪嘛 這樣子的 這樣這樣居然會計師可以合 然後尼奧跟史樂現在講出來的是 我根本沒有給收據 然後你也可以合 那這個簽證到底是 會計師是真的有簽證 還是說我只是一個會計師的名號 柯文哲叫我來做 你就都不要看 反正你把他簽就對了 反正我只是為了要報仗而已啊 我之前給你當富邦讀董 你不用買我一個名字 一個好的會計師 他是要查核的 是 而且這個會影響到他的license 對 他的證照 就會計師的證照 他的名聲完全被破壞 很可能影響到他未來會計師的資格 那我為什麼說這個很不合理 就是說那個查账啊 其實是很單純 因為選舉期間的账 真正的大账沒有幾個啦 我告訴你選舉期間的账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收入 對 因為我的同仁去檢察院 我們要每次選舉的時候 他都會幫我們上課嘛 我的同仁都說 檢察院告訴我們說 最重要在選舉那一年是要查收入 因為他最怕收入的時候出錯 收到不該收的錢 這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知道 監察院盯的 在選舉那一年是盯收入 可是你看柯文哲很敢 他就在支出上面進行做收腳 我收一定收都沒有問題啊 但我要把收的錢 變成我 如果繼續在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我每年都要被堅持 都要在陽光底下 但我轉到木可公司 或者是轉到其他的地方之後 就陽光上看不到啦 這個蘇培啊 也算是一個很正派的人啊 收入都沒有問題啊 所以他改成在支出上 動手腳 盤姐他收入不一定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 不會在我們看得到的地方 這不難說 還不能夠給他下定論 對 現在金華城在查嘛 是是是 好 那麼 所以你還記得金華城他講什麼 我圖利啊 對啊 哪裡不合法 對 我哪裡不合法 他講的是我哪裡不合法 對 那意思就是說 那不然你證據給我看啊 他講究的是證據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簡蘇培議員 那簡議員我看他對於 柯文哲啊 的這個 財務 這個很多事情交代不清啊 嗯 這個深入有去追查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金華城案 好 我 因為柯文哲在選前辦了一個叫做 啊 募款演唱會 嗯 那麼最後 啊 他是獲利77萬 嗯 但是他交給木可啊 啊 這家公司來主辦 先請教一下 木可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啊 木可這個公司 從現在的這個 公司資料裡面 就是經濟部有公開所有的公司的資料上面來看 嗯 他就是負責人叫做李文娟 嗯 然後他的成立時間是在2022年的10月 嗯 也就是柯文哲要卸任市長的那一年的10月 成立的 嗯 那李文娟是誰 李文娟就是柯文哲高中同學李文忠 嗯 李文忠曾經擔任過台北市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是由柯文哲任命 是由柯文哲任命的 可是他沒有任何交通專業 所以你知道他當了這個捷運公司董事長的時候在做什麼嗎 嗯 在做很多的電商 要求我們各捷運站的站務人員要幫忙賣咖啡 嗯 賣綠瓜式咖啡 就比如說你在網路上訂購咖啡 嗯 然後說我要在忠孝復興站拿 然後忠孝復興站的站務人員就要幫你交貨這樣 嗯 叫捷運站的同仁在電那個機場啊 很多綠地 嗯 修理 意思他沒有來行就對了 嘿嘿嘿 在那裡淨白蠟 淨白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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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產自銷這樣 類似做這種奇怪怪的事情 這就是李文忠 李文忠的妹妹就是木可公司的董 董事長 不是董事長是代表人 代表人 是不是董事長不曉得 他是代表人 登記的代表人 那我想請教 木可公司裡面有一個人叫李婉軒 嗯 是不是 那李婉軒啊 他是領木可公司的薪水 還是領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薪水 這個事情 就要再先跟大家報告 就有一間公司叫做麗鼎 我們現在說的是這個木可 有一間公司叫做麗鼎 麗鼎在去年總統選舉 在今年總統選舉 在去年的時候跟這個木可有合作 跟柯文哲有合作 應該是說他是柯粉 他們就一群好朋友成立了一間公司 幫忙去做很多的競選小物 想要幫柯文哲在選舉的時候 能夠去增加他的募款 包含做什麼手錶啊 柯文哲不是都最喜歡講說 他最有時間觀念 早上7點30都要那個 他們就去做了很多的手錶 然後想要這個提供給 就是幫柯文哲不款 你當做你當然要用錢嘛 當時剛開始在談合作的時候 柯文哲也一起跟他們開過記者會 後來這個公司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就在臉書上寫了一個文章 就說後來木可公司都不讀不回 因為跟他們談的人 不是柯文哲競選總部 是這一間木可公司在跟他們談 後續的合作 但木可公司都不理他們 看到他們訊息也不回來 然後導致他們的錢都回收不回來 然後經濟出現的非常大的狀況這樣子 那這個文章裡面 就提到木可公司的一個人 叫做李婉軒 甚至把他英文名字都寫上去 叫KYM這樣子 Kim這樣子 後來呢 我就看到這個名字 我剛剛這個小草真的很可憐 因為他說 他原本是義無反顧 要幫阿伯選一次 但選到最後他變成義無所有 義無反顧變成義無所有 我覺得很心酸 所以我看到那名字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我就把李婉軒這三個字 把它輸入到政治先進專戶去查 結果就查出來了 這個李婉軒 居然領的是柯文哲競選總部的錢 嗯 那他不是木可公司的人嗎 他是木可公司的代表 去跟這個利鼎 這些小草去談合作的人 對 對不對 可是他卻領的薪水是領柯文哲競選總部 所以這不是很奇怪嗎 到底木可公司 是木可公司的李婉軒 寄生在競選總部領柯文哲競選總的錢 嗯 還是柯文哲授權給木可公司 讓李婉軒可以去談 嗯 還是木可公司跟柯文哲競選總部 根本兩個就是一題的嘛 這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群人嘛 我現在是懷疑啊 嗯 就是說木可這一家公司啊 啊 是不是柯文哲自己的公司 嗯 然後他寄生在競選總部 嗯 我懷疑他在搞錢啊 是啊 嗯 因為這如果是 因為現在有進一步的講法嘛 對 李婉軒是我們查出來說 這個對外他代表木可公司 但實際上他在領競選總部的錢 嗯 那這就是兩個單位合為一體嘛 因為等同木可公司跟競選總部 其實是一樣的 對是一樣的 那這是下面的工作人員的部分 那上面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李婉軒啊 這個李婉軒 李婉軒除了是木可公司的代表人之外 嗯 他另外還有兩個身份 對 現在是被踢爆的 第一個是他是柯文哲 基金會 眾望基金會的財務長 嗯嗯嗯嗯 一樣地點在台坡大樓 好 一樣在台坡大樓的二樓 跟木可公司是在同一層樓 嗯 那第二個部分他 第三個部分他除了這個木可公司 然後眾望基金會之外 他還是柯文哲淨總的財務長 哈哈哈哈 那就是三位一體喔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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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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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可能说 穷胜很可怜 她的工作人员 一个月五万块 我给她薪水 也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李婉娟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她在木可公司 她代表木可公司 她是木可公司的员工 但是我们柯文哲竞选总部 还付她薪水 那我觉得台立 我已经一千三百万 给你授权费了 怀疑李婉娟是人头 李婉娟是人头 柯的人头 李婉娟 李婉娟 不是李婉娟 李婉娟 她有可能是 一群人 一群人 她应该是一群人 那她有没有从中获得好处 不晓得 因为现在只要进到 木可账户里面 你知道私人公司 除非她有涉及洗钱 不然你很难查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检调接下来要进一步去查的 因为她这个 柯文哲的演唱会 她也是交给木可主办 就是木可这家公司 实在是跟柯文哲太亲密了 太紧密了 那77万的获利 那到底她是一个 为了竞选的募款行为 还是她是商业行为呢 本来大家都以为 她是募款行为 因为柯文哲也告诉小草说 来看我演唱会8800 因为我是小党 我没有蓝绿那么有钱 所以大家小草来支持我 那时候柯文哲还在媒体上面讲说 我一定会开捐款收据给大家 所以应该是一个捐款的活动 可是今天 如果是募款的话 她就有政治现金 她有政治现金 然后就算是小额 都要填在上面的 那你为什么都没有 根本没有这一笔钱 所以后来尼奥把它提报 因为尼奥是主办单位 尼奥讲的是说 我们是接受到木可的委托 所以剩余77万 是交给木可 那木可没有捐钱给 没有把钱捐回去给这个柯文哲 显见这中间就有漏洞 那现在这个 这个 你要 这个木可公司 出来讲说 是柯文哲的进种出来讲说 那是你 木可的商业行为 不是政治现金 不是捐款活动 所以你看 这都是完全他们自己讲 而且这是完全 就变成木可公司打脸当时的柯文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那对小草来讲 我就是捐款 那你们到底当时 有没有给他捐款收据 你们看来就是没有给他捐款收据 反而是 有没有给发票都还不晓得 对 可是在 2023年的7月10号 柯文哲的官方社群IG有贴文 说这是一场木款演唱会 是啊 对 那木款演唱会 你收的钱就是政治现金 是 政治现金就要申报 可是为什么现在又变成商业行为 盈于自己吞呢 因为没有报仗 只好这样子讲 而且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这一阵子 这些事情出来 对 你会知道这些事情吗 不会啊 柯文哲根本不跟你讲啊 而且这钱就 就留在木可 那我再问 那木可到底谁在用 本来小草要捐给阿伯的竞选活动的经费 是八千八 看完演唱会 付掉成本之后 要帮阿伯选举的 结果这一笔钱后来留在木可 木可是一个商业公司 他根本不是选举 他甚至从阿伯那边拿很多的钱 那这件事情对柯文 对小草来讲情何以堪啊 而且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 就是说选举就选举嘛 我拿到多少政治现金 我就是努力的去办更多的活动 让更多人支持我 来回馈我的支持者嘛 那为什么要把这种政治现金 搞得这么复杂 柯文哲为什么 柯文哲跟他的团队 为什么要把它搞得这么复杂 不只有基金会 还有一个协会叫做智库 现在还有一个木可公司 然后跟他的协力厂商之间 有这么多的金钱 复杂的往来讲不清楚 我觉得这都不是正常的状况 蓝绿都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在柯文哲的团队会发生 怎么会有人会想到说 我要特别的去成立一间公司 来包我自己的案子 来让钱这样子流到 不被监视 不被看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很邪恶啊 好另外是 这个柯文哲的太太 陈佩奇医师 陈佩奇医师啊 用他儿子的名誉去开了公司 那他其实是台北市的 他是联合医院吗 对他联医 联合医院的医生 其实也是公务员 是 对那公务员在任的时候 是不能够去 有商业营业行为 不能开公司的 难道这个事情他不知道吗 他会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们不是有那么多的 会计师伙伴 也有很多的律师啊 对 关东录铲 黄 不是都律师吗 让他们去问一下 怎么办 对 那你觉得他公司要干嘛的 好我先讲他知不知道违法 当然你知道违法 不然你就用你的名字去成立嘛 对 对不对 不然干嘛用儿子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知道违法 只是现在被试燦猫 这个小坏蛋 vào找出来之后 他现在只能自清说 不是我儿子 因为他不想害到儿子 是我啦 是妈妈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他要干嘛 我认为啊 因为这个木可公司 毕竟他还是有很多成分 有柯文哲的高中同学的妹妹 当代表人 那对外其实是李文中 挂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整个公司的运作 就是不是纯然的柯文哲 能够掌控 有很多的 还有要看很多人啊 就是说我就算是 真的想要把钱拿回来 我要看别人的脸色 我自己猜测 那是不是成立这一间公司之后 要做的事情跟木可是一样的 不然你干嘛去成立 因为现在陈佩琪说 他要卖咖啡 可是他要卖小草咖啡 就是要让小草来喝咖啡 可是从那一个 公司的那个营业项目里面 好像是不能卖饮料业的 它叫做制谣资讯 对 制谣资讯 然后说要卖咖啡 然后那个咖啡也不能卖 后来说只能卖这个咖啡包 就是你只能卖商品 你不能把它变成一杯的杯子 把它端出去 所以有人帮他们想办法 就是说不然就是 现场辉水啊 叫买的人自己去冲 反正我好 我这是题外话啦 这是你的猜测 对对对 他就扮演另外一个木可的角色 不然呢 而且他不可能 因为现在柯文 因为那都是自己人啊 陈佩琪 把所有的这人 打在自己上面嘛 然后说 这个就是我的错 然后柯文哲不知道 然后民众党不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登记的地方在台博耶 他不用拿相关的证据 去做登记嘛 对不对 就是他的党部同一栋大楼 对啊 同一栋大楼啊 还有木可同一栋大楼啊 对啊 三楼是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二楼是我们刚刚讲的 包含那个智库 包含中央基金会跟木可公司 所以这个制咬公司 要登记在那个地方 一定比如说 要跟房东有租约吧 你才能够去登记吧 不然我不可能随便登记在哪里 那你要拿到那个租约 不用跟人家讲嘛 不用讨论嘛 一定知道嘛 只是现在这个事情难看 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头公司 对 他儿子仍旧在日本 也没有真正要做 那你开人头公司 你知道现在开人头公司 刚才要做什么 要诈骗要洗钱 对多诈骗公司 就在做这件事情 许巧心 他大姐 不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形象不好 所以他才开始做切割 但是 还是要讲一句话 就是说 他们不是都是 行做一个 他们自己是非常单纯的吗 对 做这些事情都不简单 都很复杂 真复杂耶 对啊 那我那时候在头上 你想这些事情 没关系选第三名 不然人家就选去 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小的新闻说 在立法院 因为 柯文哲他们也有立委嘛 当时的时代力量也有立委嘛 上一届啊 这一届已经时代力量没有了嘛 对 说民众党的电费在同一栋 电费是时代力量的三倍 这有什么呢 就寄生啊 那时候民众党民众党刚成立 所以他们没有自己去找一个党部 他们把他们党部全部寄生在立法院的党团 因为他们那时候一定有五个立委嘛 所以他们在立法院可以有一个党团 党团就可以有一个办公室 但我们像民进党或时代力量 或者是其他的政党 其实那个党团就是不立委所使用 让立委 党团的立委可以在那边开会的 结果柯文哲他们不是啊 他们把所有 他们为了要省钱 所以把所有的人士 全部都放在立法院里面 寄生博会啊 用立法院的电 用立法院的水 用立法院的空间 又不用资金 又不用资金 他只要借一个地方 去挂民众党的党部地址 借一个公司 借一个空间 把党部挂在那个地方而已 但实质运作都在立法院 电它开下去 开最后的 冷气它开下去 都去国家的 所以才会他的电费 比人家还要多嘛 因为那时候拿时代力量 来对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时代力量 跟他们一样 大概就是五个立委 所以办公空间是一样的 但一样时代力量 不用他那么多的 因为是怎么认为 所以你看他这个寄生 也都很一致啊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刚刚讲那个制咬 制咬如果真的要运作的话 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你如果真的认真要做小草咖啡的话 你应该去找一个地方 去定期 结果他不是啊 他也是寄生啊 对 他也是寄生在 在这个智库里面 然后在台坡大楼 对 寄生在台坡大楼啊 小草怎么喝咖啡 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今天我看到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都用很大的篇谷在讲 小草可能会跑掉 因为看到他这样乱搞 小草的钱都很珍贵 很辛苦的钱 小钱 那据成这么大的钱 竟然政治先进是被你这样搞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苏培简议员 那简议员我看 你最近有开记者会 讨论你追到的 这个柯文哲在金华城案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那你有发现哪些事情 在金华城里面 其实这一件 这个事情其实是 可以推说到很久 金华城是从工业区 变成商业区 那时候工业区变商业区 土地价值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就捐了 某一部分的地出来 然后他才能够拿到 金华城那一块用地 那他的 当时的容积是392 但金华城认为说 我都已经捐地了 然后这个 然后现在土地使用分区是桑三 我要争取560 因为桑三的容积 在台北市的登记就是560 所以金华城一直觉得很不公平 但这件事情 他在争取的过程 大约是落在 好龙斌市长的时刻 好龙斌市长的团队认为说 没有道理 因为你从工业区变商业区 我已经回馈你非常多了 那你金华城 自己营运不好 要把他拆掉 重建 你去560 这没有公益性 所以就不给他 那金华城就去监察院提告 然后本来监察过 马英九的监察委员 有两个监察委员办这个案子 认为不用给 但是有一个监察委员 后来要求台北市政府一定要给560 但这个监察委员后来被发现说 他在卸任之后 居然回到沈庆金 也就是金华城董事长 沈庆金爸爸 纪念基金会 沈春池 纪念基金会 纪念基金会 来担任他相关的职位 所以就这个职位上面有瓜田理想 我认为这个前监委 未来一定也要接受调查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德勋 好像以前在陆委会服务 还是海基会 所以我觉得他也要被调查 这是刘德勋的部分 所以560其实监察院叫台北市要给的 那时候台北市同仁真的非常有趣 台北市同仁认为我就是不给 这个刘德勋 后来用非常严格的方式 监察委员有一个叫做 他有一个职权就是把公务人员叫来 质问他 质问你为什么不给 不只是书面的要求纠正而已 还叫公务人员来到监察委员前面 质问你 你为什么不给 用到这么强烈的方式 在帮金华城抱不平 然后后来反正 柯文哲任内就给了他560 给了560之后 他还认为不够 所以好 郝文斌不给 对 但是柯文哲给了 给了560了 但柯文哲可以说这560是监察院的委员叫我给的 好 OK 那就560嘛 那你为什么会给到840 这就有趣了 对不对 因为他要求说 那时候我在开发的时候 我的楼地板的开发面积 因为他那个面积非常大 他的楼地板开发面积要 最多不能超过12万楼地方的平方公尺 这样子的一个面积 所以金华城是要求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要要求560 而且我还要要求保障的楼地板 的面积是12万平方公尺 但是12万平方公尺 就会超过560 所以他就两平都要折就对了 所以已经560给你的 监察院也没有要叫我给你12万平方公尺 金华城就回过头来 去跟柯文哲的城区 那这个城区其实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柯文哲在第二任的时候 重新接受了金华城的城区 然后这个城区非常有趣 是柯文哲直接交办给都发局 都发局的局长 当时的局长叫做黄锦茂 他收到这个城区的时候 他就去 我感觉啦 这我纯粹我的猜测啦 我觉得他会怕 因为前面的市长都不给嘛 他就发了一个正式的专签 内签 询问柯文哲说 他要求这些东西 要求560又要求12万平方公尺的楼地板 要求840 那时候还没有840 那时候只有12万平方公尺 12万平方公尺一定就超过560 所以他就上一个公签 赚一个专签给他 说市长你是不是真的要办 是不是要从 如果真的要办这件事情 要送都委会哦 要重新讨论哦 柯文哲要专签 他签下去 哦 赚一个赞养 而且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呢 通常就是副市长绝就好了 可是副市长没有绝 就叫市长自己绝 所以市长就签了 签了之后 进到都委会讨论 大家都要把责任往外推 对 都委会就觉得说 不可能嘛 而且他要求12万平方公尺的楼地板 那件事情 金华城还在跟台北市政府 互相提诉讼 所以很多的委员就说 那还在诉讼当中啊 就不用去处理啊 等诉讼结束再说 重点是诉讼结束了 金华城败诉了 柯文哲居然让金华城 重新送都委会讨论 就是来到了840 就12万楼地板 12万平方公尺的楼地板 没有了 法院说不用给了 可是重新再把金华城这个案子 弄成一个都市计划案 既然败诉不是最好的理由吗 败诉就不用给了 然后说败诉之后 没有12万 我给你840 意思就是这样子 他重新送了一个都市计划 送到都委会里面去做讨论 那都委会的委员 全部都觉得非常压抑 重新送是金华城重新送 还是柯文哲重新送 金华城重新送 那金华城为什么可以送 金华城送到都发局 都发局才能够立案 把这个案子送到都委会 你知道都委会是 不接受个人陈情的 一定要都发局看过说 这个可以 我才把这个案子送进来 所以金华城 12万平方公尺 楼地板面积败诉之后 重新送了一个案 那这个案送来之后 非常有趣 都发局看了 不可能怎么有这些事情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所以就把它退回 退回之外 当天退回 当天都发局内部 有一个专签 签了一个专家学者的会议 找了一些专家学者 来帮金华城开会 想办法给金华城东西 对他这特别好 对哦 很怪 可是你知道吗 所有的来开会的这些委员 看完金华城的案子 还是觉得没有道理 因为你依照你现在的 这个土地分区来讲 你还是没有办法 争取那么多的农机 你能够争取农机的方式 就只能比较都更 可是你又不是都更区域 所以就不能给 所以包含委员 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不认同 然后包含台北市的 都市发展局 自己的同仁也都 表示说不可以给哦 都更处也说不能给 可是意外的是 会开完 委员意见表达完 都发局从 金华城又重新送了案子 一样争取560 一样用都更的方式 去申请农机 这样子的东西 居然送到市长专签 市长给他过 市长同意 就金华城 比照都更农机 给他20%的农奖 所以560变840 对 那560变840 这样这个金华城 可以多赚多少 5000多瓶啊 5000多瓶 5000多瓶 然后一瓶如果以 大家讲的100或200来看的话 大家都说大概100亿用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金华城可以这样 够获利100亿 对 获利100亿 那这个事情 其实对大家来讲 都很压抑 压抑的原因是因为 有这么多的人 在过程当中都在阻挡 包含我们自己看到 就是在会议当中 我们自己的台北市政府的同仁 也都不认同 但他们的意见完全就被 漠视 比如说 在两次的都委会小组里面 第一次 法治局的同仁 就表示说 都委会委员 你们没有这个职权 你们不可以去准用这个农机 他没有创色农机的职权 结果委员没有听 就这样过去 然后第二次 法治局一样去开会 他都没有讲话 我那时候曾经质询 我问法治局的同仁说 那你为什么不再表达 他说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那柯文哲跟 精华厂的老板 有密会吗 有密会吗 依照他们的同仁 就是之前的那个柯玉安 柯文哲的办公室 负责这个社群的同仁家 他跟沈庆经见过非常多次面 都在私底下见面 那当然 其实大家现在要查的是说 因为精华城的城秦 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柯文哲第一届也有 但是是什么 让柯文哲态度改变 这是大家想要知道的 就是说柯文哲是为了 是什么事情打动了柯文哲 从原本的城秦是不理 或者是都法局自己挥就好 后来市长居然会两次专签 都同意 保送精华城 后来 因为这个市长的态度非常明显 所以才会造成都法局 为什么会去开一个 专家学者会议 帮他补习 我觉得这都是息息相关 现在大家在问的是 什么人给他的历练 什么人让市长柯文哲改变了 那这是魔戒的力量 还是他觉得这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 那你能判断出吗 我觉得魔戒的力量比较大吧 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但我觉得魔戒应该有 有魔戒的力量 不然为什么改变 这事情是犯法的 还不像柯文哲讲的 徒利哪里违法 很多 很多 那他的护士长彭震生 现在用被告的身份被约谈了 这代表什么意义 彭震生要自己自清 因为彭震生是都委会的主委 那我其实在这个整个调查过程当中 我有跟彭震生私底下联络 联络原因是什么 就我刚刚讲的那两次赚钱 柯文哲亲钱 我觉得很讶异 原因是什么 因为彭震生是都岛公务的副市长 又是台北市都委会的主任委员 就是都委会开会是他做主席的 然后我讶异的是说 依照我的经验来讲 像这种都委会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公告 全部都是副市长盖章就好了 他会用市长的假章 仪章就把它盖了就觉醒 通常在权力 这个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职责分 分责的部分 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送到市长 给市长签 我因为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大约是今年5月 要把这个证据 公布在我脸书上面的时候 我有打电话给彭震生 我跟他讲说 你怎么跟我说 是怎么你会请 他说 我忘记了 因为我有太多的案子 可是你可不可以把资料给我 因为他没有陈志涵 把他偷戴公文吧 我在想 他公文没有带着 所以我后来把我找的资料给他看 那给他看之后呢 我有跟他讲说 我们接下来议会可能会成立委员会调查 然后他就说 好啊我可以去调查 我坦坦荡荡啊 反正都是委员决定的啊 那后来他就不愿意 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议员认为 他其实是柯文哲教他做皮验 他也主导了这整件事情 他觉得他被放风声 所以他不愿意去调查小组 后来他又突然传了两天 大概7月中的时候 他又传了讯息给我 他说他愿意去 那个时间点刚好是什么时间点 刚好是杨文科 刚好是郑文财的事件发生 杨文科的事件发生 我认为他觉得检调动起来了 他会办 所以他有点害怕 所以我觉得他想要先到委员会去自清 但反正来不及 委员会来不及排到 现在这个检察官就已经约要去 而且把他列为被告 但就我所知道是说 检察官可能会认为说 他是都委会的主委 虽然都是委员决定 但是你是市长的代表 你是都委会的主委 然后你也对法律相关的了解 你怎么会放任这件事情过 就是说就算是市长签了 你都应该要挡起来 所以是不是我觉得检察官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有搜寻到有相关的疑议的地方 那柯文财会被收押吗 如果彭震生有事 我觉得柯文财不会没事 对啊 因为最终让这个案子违法违规 送到都委会的就是柯文财 让他准用不该准用的法规的就是柯文财 所以他总会没事 如果有的话是土利罪吗 没有查到金流是土利 那有查到金流就是贪污了 那因为你看嘛 之前他送柯文财在第一届市长任内的时候 针对大巨蛋把李素德送这个检掉 那时候就是说大巨蛋原本 这个BOT给远雄的时候 他是需要有那个权力金一趴的 李素德在会议当中就说上面有交代 那一趴就不用了 他就因为这一句话被柯文财送 判一审判九年 那如果他这样子都要判九年 那柯文财你土利的金华城 20%的容积怎么会没事 而且我要再讲一次 你知道金华城现在是在盖的 如果太晚的时候 我告诉你那个 给的就给的就收不回来 处都去好了 处都去好了 你怎么办 你又不可能会贴掉 对吧 贴掉了 你还有国赔的问题 因为是你政府决策失当 所以要到时候金华城来告你国赔 你到时候就很麻烦 所以这整个过程 这个案子好像监察院对柯文财有纠正是不是 有纠正 对 有纠正 那纠正的内容是什么 纠正的内容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都委会是没有创设农机的这个职权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跟法务局的同仁所讲的一样 但他自创农机是没有经过法制的程序去更改 也不是全部都适用 就只有金华城也按适用 所以针对这件事情纠正了台北市政府 那柯文财在给840%容积率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就是说在法条上的适用是有问题的 当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840%的容积奖励就是他的三个自创 包含什么绿建筑 包含耐震 包含智慧 但你要绿建筑 现在所有的大楼全部都要绿建筑 因为节能减碳的关系 那本来你就要做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来跟我申请农机 那包含耐震 现在台北台湾的耐震全部都要很高 而且耐震越好 你卖的越好 那耐震本来就你要自己做的 你为什么还跟我申请农机 那他这两个各申请的8% 然后智慧城市申请的4% 总共加起来就是5000多瓶 其中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最夸张的是说 他那个回馈的部分 他居然回馈 把什么东西拿来回馈 第一个是 他第一次在从工业区变商业区的时候 他回馈了一块地 叫附胜公园 你知道吗 他继续任养那块公园 他也算回馈 本来你就要任养他的 然后我继续任养 然后你就还把它算农机 再加给精华层 第二个部分 对于精华层层 必要觉得是小地 像一小块那个绿地 那个附胜公园 还有那个偶戏管 都是他们算是他们回馈的 可是那本来就是你回馈的 你才可以变成商业区使用 所以你不应该再因为 继续回馈 就把它算农机 第二个是 然后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都有重车会压马路 通常台北市政府 建管处都会要求 你盖好房子 你马路全部要跟着重铺 这理所当然的 你知道连重铺 都农机回馈给他 所有的人都 对啊 所有的人都没有 只有精华层 我现在在外面 很多人在开工 还是说吃饭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柯文哲会不会收押 会不会被关 对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 那事情太不合理了 为什么不合理 因为你知道 在台北市 很多人要搬家 要一瓶换一瓶 都不可得 然后房子漏水 什么的 都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 就是因为 没办法一瓶换一瓶 可是柯文哲 却可以一瓶 给金华层变四瓶 这实在没有道理 所以大家都在等嘛 好 这个我们今天 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苏培简议员 从他的大选的竞选经费 916万 谈到金华层案 老实讲 我觉得对柯文哲的人设 现在已经完全摧毁破坏 听说小草跑掉很多了 今天感谢简议员 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